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来源 法广作者 真数机资料图片 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2017年6月16日发布的卫星 图片显示南沙群岛某岛屿上的新建设施 路透社据大陆传媒报道 元任南部战区副司令 元间战区空军司令员的徐安祥中江 已调升空军党委常委 他的职位调整凸显了南海的战略重要地位 上海的澎湃新闻 一日引述权威消息 获悉 徐安祥中江以及元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的于庆江少江 以及基深空军党委常委之列 RSPUGO等于WIDOWADSBYGOGOGLE BUSH 南华早报指 这个隶属解放军的空军党委 一共有十个常委 是解放军空军的核心领导 常委的职责一般负责全国事务 从全面指挥到后勤以及武器装备 而徐安祥是唯一的地区战略专家 南早指出 南部战区是中国五大战区之一 其职权范围还包括保卫中 国在南海的利益 报道引述南昌理工学院的军事分析专家曾志平教授指出 空军高层急需一个了解和对南海有经验的江才 徐的调职反映了军事战略一个重要的改变 南早引述来自北京接近军方的消息指出 徐安祥以护委任为副司令员 同时机身空军党委常委的原任空军指挥学院院长于青江少江 本身是一名特级飞行员 南早引述消息称 他已被委任为空军总参谋长 AspigogLE等于WINDOWADSBYGOGOGLE BUSH 按照过去惯例 曾志平表示 在这次调职 获得传媒报道之前 徐已经转调新职 徐安祥去年10月底在中共19大获 选为205人的中共中央委员之后 一般已经预料 他的调声将是指日可待 澎湃引述去年12月12日中国空军官方微博的披露 徐安祥中将见证了空军体系远洋训练 和南海战斗巡航走向常态化 前新沿战谋战 距今会审备战 而徐安祥说 开战远海远洋训练 是深化海上方向 军事 斗争准备的重要支撑 是大国空军和强国空军的通行做法 更是中国空军走强军之路的必然选择 新时代高级指挥员 要当好备战打仗的带头人 牢记使命重托 强化打仗一时 立即大国空军的样子 扛起备战打仗的单子 让习主席和全国人民放心 大国民主席的 反复 十 团